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定看过不止一遍 我们小时候看过十遍 这些演员大家都知道 赵丹演的许云峰 张平演的李静元 向坤演的徐鹏飞 向坤好像去年才死了 方叔的小萝卜头 双强老太婆 这是赵丹 这是经典的革命形象 非常英勇 你看他们为了革命 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在狱中知红旗 当时是非常感人的 那么为了这个红旗 然后宣誓 为了革命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 当然不能这么来看问题 大家会说我们今天 我们又和西方美帝国主义 和这些都搞好关系了 这些都在做生意 是吧 然后我们也有私营企业 是吧 我们也有这个 新的地主阶级也产生了 新的资本家也产生了 是吧 那么一部分人先户起来了 是吧 现在他们叫做什么 我现在忘了 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词 是吧 叫做什么 原来是叫做个体户 是吧 后来叫做什么 你们学政治学得比我好 那叫做私营企业 后来又有一个什么概念 我一下子没想起来 不是企业家 叫做什么阶层 是吧 我现在怎么一下 想不起来 你们学政治应该学过 哪一位同学会记得 他有一种叙述 其实就是这些资本家 是吧 所以我们会想一想 革命了半天 这些人又出现了 是吧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林黛玉说 当时在当时一定要革命 一定要斗争 是吧 那么红颜 大家要去理解 他的作品 的特殊性 是吧 那么作为革命文学 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我的书里边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概括 大家会注意一下 就是 龙武的英雄化 信仰的绝对化 为什么需要信仰 我也有一些解释 情节的传奇化 所以他这个情节的 非常传奇 那么 情节取责惊险 是吧 小说的场景的 也很奇异 那么那个时候 读这个小说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灌在监狱里面 所以小说呢 是描写监狱 所以这部作品呢 是作为革命文学中 对暴力 展示的这种 特别充分的一部作品 做在监狱里面 都拉出去 灌辣椒水 是吧 然后拉回来 然后过几天又拉出去 又打那个竹签 打到首张里面 看到我们一方面 痛恨国民党反动派 是吧 另一方面看着 惊心动魄 然后看着这个 又非常刺激 是吧 他是 他是这种 革命文学 他是这种暴力的 合法化 是吧 不断地写到酷刑 这既是为了 表现革命者的 应勇与威武不屈呢 他也是对酷刑的 施施和承受的过程 他也是暴力展现的过程 那么所以 现在看这个 风声这个电影 他就完全是 剩下暴力了 我觉得 剩下酷刑 我觉得这点 是我有点不满的 但是这确实是 我们从革命的 经典小说里面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传统 那么后面的 这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 重写历史 或边缘性的写作呢 我就不多谈 这里其实有一个 是关于 陈湘鹤 那么 陈湘鹤呢 这个 他是 写了 陶渊明 写网歌 那么 这一篇小说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他曾经 原来是在 复旦大学读书 后来也转到 北京大学 参加过 前草社 陈中社 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被迫害致死 这个是陈湘鹤 和他的妻子 不是吗 两个人长得像 像这个 那个年代 可以有表哥 表妹 那个时候 对象都叫 如果说是你表哥 是表妹 那就会 还是不能够排除嫌疑 是吧 你们现在说表哥表妹 那肯定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时候长得实在太像了 怀疑他真是有脸 表哥表妹 眼镜戴着也像 有意思 这篇小说 我就不多讲了 大家了解一下 特别是看书 能够看一下 那么 我说这篇小说 有四个要点 要把握 就是他写出 陶渊明以权力阶层的关系 对陶渊明的人性 和心理的刻画 那么陶渊明的生命哲学思想中 如何融合了 专长的精神 那么这里呢 我想谈一下 孙黎的小说 就是说 在列在这么一个纲领底下 就是说 企图回避现实的企图 就是他写历史小说 他想离开 当时历史小说 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 我书里面也列出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 我列出这么一点 可能不一定准确 就是用这个纲目 用这个小标题来规范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是说 有意识要回避现实 就是说 那么对历史小说的 这么一个兴趣 有些他是希望通过对历史 来这个 来表现一种现实 但当然他本身是 有很多的 或者说很 很充分的 现实的一些依据 因为双北时期就有过 像古代史的分期 像郭默罗和范文兰 就有过很多的讨论 那么当时还有 十五贯的改编 是吧 所以不能说 写历史小说 他就完全是 回避现实 但是我只是相对的 只是相对的 他相对来说 他和现实的关系 不是那么密切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把握现实 没有办法去反映 现实的那种革命历史的斗争也好 一些作家 老知识分子 他没有那种经验 他写不了农村 是吧 他写不了革命历史 所以他写 他写这些和革命历史 和现实无关的那种历史 他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点和现实的一种疏离 那么他试图重写历史 或者在这里面有一种边缘性的写作 那么边缘性的写作 我其实是想来理解孙黎的作品 那么这样理解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 是我的一个尝试性的一种归纳 孙黎 那么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他都不温不火 是吧 那么他始终 他的作品呢 不是说获得那种大红大纸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总是觉得孙黎的作品 他是在那个年代 和在今天看起来是那个年代呢 这个有比较丰厚的 或者说 有比较 结实的文学性的作品 关于孙黎 是河北人 那么 他也当过小学教师 做过 近财亦日报 华北联合大学的编辑教师 还做过延安 鲁毅的教师 做过平原杂志的编辑 那么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店 卢花荡等短篇小说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荷花店 是不是收在中学课本里面 是 那你们就熟悉了 但是呢 《铁木前传》有没有 没有 但我觉得《铁木前传》是一部 非常棒的作品 可惜 就是只有一篇 我为什么说这部作品很棒 就是 这是孙黎 《铁木前传》呢 是五六年的 《人民文学》第十一期发表的 在当时也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 铁和木啊 他实际上写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 他们随着生活地位的变化 发生了情感的变化的故事 就这一个铁匠老刚和木匠 副老刚和李老东呢 这个 他们早年 患难于共 是吧 那个时候小说起名字都有点奇怪 是吧 这个铁匠就是老刚 是吧 木匠就是老东 老东跟铁匠 有什么关系 五十年代以后呢 这个 李老东逐步走向富裕 对伊朗贫困的富老刚 就有所不同了 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也发生了裂痕 那么这点呢 看上去也像当时流行的主题 就农村呢 也逐渐发生新的阶级分化 贫富差距 在制造着新的矛盾 所以这可以说农村呢 走合作化的道路的必要性 和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但是呢 孙黎的思考 我认为并不那么简单 那么在这一段 这上面的概括 都是现在文学史 流行的概括 那么我想表达我的一些看法是 我认为这些作品的真正的价值 在写出新社会到来之际 旧有的乡村伦理关系 面临深刻冲击的状况 这不只是富老刚 李老东两人之间的友情裂痕 还有乡村关系 正在潜移默化地 发生的全面变更 在这种变更当中呢 不能改变的六儿和满儿 这两个形象 这有一种美妙的悲剧的意味 和一种不可屈服的 乡间浪漫主义格调 那么我是觉得 这篇小说中的六儿和满儿的形象 这个非常 非常让我 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我觉得更重要的价值在于 这两个人物的落伍 并没有多大的惨痛 他们是不能迅速融入革命的 新生活的青年 就这两个人呢 他们都好吃懒做 那么满儿呢 她是一个女孩 这个 其实也不是女孩了 她已经是嫁给 架子 是一个结了婚的 但她在她那个村庄 会逃避劳动 就躲到她的 躲到她的这个 亲戚这个家里 躲到她的姐姐家里 她姐姐嫁到这个村上 那么 这个很有意思 她就躲到这里 躲避劳动 但是在这里呢 也躲不开 这里也要动员她去 学习啊 去劳动啊 她呢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小姨子 住在这个姐姐的家里 而且呢 然后她就跟这个村上的 这个六儿 好上了 这个六儿也是一个 好吃懒做的 那么头发梳得很光溜 然后爱玩这个 爱这个 爱抓兔子等等 他们两个跑出去玩等等 他们也不参加学习 这么满儿呢 想方设法的逃避 去政治学习 逃避 去参加劳动 但这个满儿呢 只要在村 村镇上的这个 路上一走 这个满镇的 街上的这些青年呢 马上就 这个乐学沸腾 就是 她非常漂亮 是吧 这个 看着他们 就非常的激动 现在因为 大家知道 就是说 是美女太多了 是吧 美女太多了 在农村的时候 就 哪一家 有一个 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孩 到他们长成了之后 这整个村庄都 男青年都是 不会安宁的 大家很难理解这一点 大家很难理解这一点 就是 但是呢 大家会注意到 我们那个时候当知青 插队知青 女知青都比较漂亮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 农民对女知青 他没有兴趣 然后呢 男知青一般对农民的 那种漂亮的女孩子 他也没有兴趣 他是阶级 这有一个阶级的阵线 就你是城里的 他是农村的 他不构成 审美的对象 这个时间是不是到了 本来有一个小故事 很有意思 原来跟我家做油漆的 有一个油漆工 就是我有一段 装修房子 装修房子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壁炉 壁炉要油漆 刷漆 刷漆就要抬到楼道里面去刷 所以那个油漆工呢 它是在楼道里面刷 刷到我楼上呢 住了一个女的 住了两个女的 其实三个女的 这怎么讲呢 他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保姆 还有一个保姆 是不是三个人 但那个保姆呢 很年轻 可能二十岁 打扮得花枝招展 就打扮得非常漂亮 穿着非常时髦 背着包 那么这个油漆工呢 他楼上上来上下去 有些工从都不正眼看她一眼 他以为是那一家的小姐 大家理解吧 就是那一家的女儿 他觉得这都是富人家的孩子 他根本没有兴趣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是谁啊 我说这个是他们家做事的 他们家的保姆 他突然眼睛就放亮 他眼睛就发光了 哦 他说有事吗 这个 好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 这个保姆就从下面上来了 一摇一摆的上来 上来 背着一个包 他居然就拿那个油漆 那个刷子的 去到包上 刷一下 这是农民的这种 他们表达这种信息的释放 传递这种 这种有兴趣的 信息的方式 大家知道吗 在农村 男青年跟女青年 他都是靠打斗 他不是像你们要写诗啊 是吧 发短信啊 这个然后这个 怎么 他们就是动作 他上去 比如说在他的脑袋上拍一下 在他身上拍一下 甚至踢他一脚 他要表达的是一种爱 大家知道吗 他是这种方式 他这种是 刷一下就表示 他对他进行了一种进攻了 就是开始这个 这个 说难听一点 有点调戏了 实际上是对他表示强烈的兴趣 就是说 他突然间发现 跟他是一个阶级的人 是吧 他发现他是保姆 他是油漆工 这个还是很般配的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兴趣 那么满儿呢 他都是来自这个 邻村的 也是农民是吧 他只要在村上一出现 那农民就沸腾了 那那些青年农民就 激动不安了 等等等等 但在这里面 我就很惊奇 就是说满儿 这么一个落后的 女青年的形象 在这里面呢 他和六儿呢 并不是很失败的 在他的描述当中 这两个形象是非常 可能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么 而且这个有很多细节 去描写这个满儿 而且他跟那个 六儿跑出去打鹰 拉鹰去抓兔子 兔子呢 睡在那个炕上 我就很惊奇 大家去看那个小说 他的炕上 姐姐跟姐夫 睡一个炕上 这个小姨子 也睡在旁边 钻到那个炕上去睡 我就很大问 北方难道说 能够这样睡吗 都是这样 而且呢 而且呢 最要命的是 他是光着身子 转进去睡的 我不知道北方 是不是这种 大家看这个小说 我都很惊奇 我很惊奇 然后呢 这个 他要表现的是什么 这种 满儿是一个 非常什么都不令的 智朗的 纯朴的 天真的 是吧 一种美丽的 甚至有一些 这种 腿肺的 我觉得他有一种 腿肺感在里面 那么 满儿呢 跑到这个 跑到那个 干部 干部早上睡在 那个床部上 他要跑进去 拿那个牙膏 是吧 拿那个肥皂 拿那个肥皂 他穿着那个毛衣 穿着龙衣 龙衣的身体呢 就都称到那个 干部的脸上 他就抓那个肥皂 那么他比如说 描写这些细节 这个他都 晚上他跑到 那个干部屋里去 干部也是个 单身的男青年 是吧 其实干部也就 二十几岁 是吧 然后马上 坐在他的床头 他看见那个灯光底下 这个马上 这个形象 马上因为是 是这个农村 是吧 这非常自然的 漂亮的 这种女的青年 晚上八下三根 跑到他的屋里 等等 为了表达他的一种困惑 所以你发现 他的这些描写呢 都充满了一种 浪漫的情调 而这种情调呢 他又非常的有限 所以在孙女的作品中 他总是表达 生活的那种 那种纯净 就纯粹的一种 生活的东西 充满了一种气息 一种感伤的 忧伤的 失败的 但是就是美好的 那里面当然有很进步的 什么九二这些 那些 他们要开会 要搞 要露社 要这些 但是呢 就在这些 马上和六二这种 形象的书写 居然在这个作品当中 他们被写得这么的生动 被写得这么的感恩 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让我惊议的 而且恰恰像满了这个形象 在孙黎的作品中呢 他后来 他其他的作品 也都不断地 出现这一类的女性的形象 也深刻地影响了 铁宁的作品 我就像铁宁的很多 很多的作品中 像这个 哦 香雪 是吧 还有他后来的 这个永远有多远 等等 这些作品里面呢 你都可以看 西丹六儿 是吧 他都叫西丹六儿 那么这些呢 你都可以看到 他的这些 形象的一种关系 具体的拳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